大家好,欢迎来到巴财 周末没什么重大的消息 都是以地缘政治为主 主要是战争的波动比较大 这两面我们可以看到的 无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最近又响起了北韩和南韩之间的对峙 还有在南韩地区 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喊叫 总体来说是一个 都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所以市场的氛围不算太好 但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紧张状态 所以整体的消息格局 对恒指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那为什么我们的大市今天会升上来呢 与本质来说 与指数拉升的根本原因有关 那指数拉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利股的波动 上个星期五 杜瓊斯公的指数就大爆发了 一天之间 升了1.56% 那一天在美款的时候 竞抽了上去 差不多400点 这里面收了一条大型烛 这条大型烛一下子吞满了29号 30号的阴烛 那完成了反转的状态 那这里面透视一下 为什么它这样爆发成了呢 原因 和杜瓊斯指数里面的大型成份公司 宣布要回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三大指数里面 跌得最多的是杜瓊斯公园指数 所以回购最多的 亦都是杜瓊斯公园指数里面的成份股 尤其是苹果 苹果是最大的 和这两边批导出的回购总额 是有2000亿美元的 这是有统计数据亦 历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所以推动了指数向上走向上报道 那我们还看回 为什么说回购会推动指数 爆升了上去呢 首先大家对回购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的 回购指数是公司自己 买回自己在二级市场里面的股份 有一个信念就是说 一种是当市场稳定的时候 出现回购的时候 公司会认为当下的股票估值 OK 没问题 所以他会觉得 在这个位置 买回自己的股票 代表着是什么呢 企业未来的一个经济发展 是OK稳定的 第二类就是在突发情况之下 出现的回购行为 比如说公司出现一些负面的消息 或者公司无言之间爆跌 这些上市公司就会回购 但是他们回购的目的 不是说企业未来发展好 所以卖回来 是为了稳定的信心 避免恐慌性的抛售 这里面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突然之间 道瓶斯公业指数会不会回购这么大呢 试试来说 目前的这个 道瓶斯公业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所有的企业的经营状态 和信心是处于一个 比较正常的状态 而不是说公司出现了大幅的利空 或者特殊情况 而是说公司觉得 当下的企业经营预期 是算OK 对未来有信心 所以主动性回购自己手札里面的股份 这个就会给市场信心 说上市公司都会回购自己的公司 也就是说公司未来发展是有前景的 所以它就会升上去 而有些情况在港股里面就比较特殊 你会越回购越跌 越回购越跌 不停回购不停跌 有一排就是700 700 700在这个状态里面 那时候差不多是去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 这里回购 这里回购 这里面越回购越跌 越回购越跌 这一种是属于比较特殊性的 因为当时的指数不停满跌 整个市场出现了恐慌的情绪 为了避免恐慌的情绪 出现恐慌的抛售 所以上市公司主动回购 以及一种名誉运 也是一个 未运在2023年到2024年这种时间里面 都积极的回购 但回购越会越跌 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是市场里面的これ 这个负面状态呢太大了 所以它回购 但是企业的经营呢 是依仰比较差的 为什麽呢 因为明月云是做房地产类的广告推销公司 它的行业的收入和房地产息息相关 但是今年 去年 前年房地产行业都不够 所以明月云就比较差点 所以就算回购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经营依然没有出息 这一类就可以反映到 我们需要做的是观察 观察什么呢 观察整个市场的这个状态 和公司之间的城市公司的一个厚度 ok 这里面我们再看第二个消息 就是说 美联储会批露业绩 和批露非农数据 这个非农数据呢 会令到 本周是否确定 九月份 十月份降息的这个前景 所以非农数据呢 特别重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数据呢 大概是6月 这个星期五会批露 这个星期五会批露 6月7号 所以本周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呢 预计会在星期四 星期三出现大的波动 出现大的波动 所以 从我节奏来讲 本周的上半周 也就是星期一 星期二 市场可能会走强 走好 那星期四 星期三呢 可能就没那么碰了 因为呢 投资者 会为了避免这个数据 对市场大幅影响呢 不然呢 会提前离场 走开 避免市场大幅的波动 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这个 非农数据的影响 由韩国那边的海力士啦 LG啦 三星啦 都开始提升 上游的持续角度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为什么呢 包括藤贵 藤在哪里呢 其实藤在主流应用 就是在芯片 一旦芯片出现上行周期 那就是说 通胀会走出来 通胀会走出来 通胀走出来 经济就会发展 所以芯片价格上升 对于各行各业 是一种利好来的 这句话 怎么理解呢 第一 我们任现在的衣食驻行 离不开什么呢 电子工业化 啊 电子工业化 所有的芯片 都会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说制造汽车的 任何的零材料 零件 里面可能都会有芯片 我们办公用的 手提电脑 冷气机 电视 Facebook 所有的电灯智能化 都会应用在芯片 芯片上升 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上升 那些钱价就会流转 因此 未来可能经济会复苏 我们要看的是芯片价格 使用对经济 会有一个刺激 因此我们都可以看到 芯片半导体行业 会有一个反弹的这个 价格机会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 昂半导体 中芯国际 上海福担 等等等等 所以呢 主流方向 我们依然可以看好 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行业 这个是没问题的 大幅的这个关注 今天里面 继续关注芯片半导体 无关系 是没问题的 好 再讲一讲这个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 我们有一只股票 叫做融创中国 融创中国呢 上个礼拜五 大幅 美盘大幅拉升 开始的时候还四下四下 但是来到美盘 一下子另开5%的这个伙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融入了MSIC 就是这个 一种基金 国际的主流基金 将它纳入了小盘指数 小盘股的指数 所以呢 令到它股价大涨 这个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 国内的楼市政策 国内的楼市政策 开始回暖了 这个 这些政策 全部都是支持 扣房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愿意买房 什么都可以谈 内地又可以谈 买房买楼 指标的放松 也都可以谈 利率 价格 都可以谈 所以呢 存房是什么呢 推动楼市的这个扭转 迟一阵 是为了sale车 只要你sale车 我就可以直接上牌 我也好说 这个车价 大幅下降 也都可以 现在呢 政策就转向房地产了 也就是说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趁着这个什么呢 跟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传统的旺季 传统的旺季 推动内房股 不是内房股 是房地产行业的这个转好 所以呢 内房股 会在未来一定的时间里面 持续走平 这个是必然的 国家是有这个信心 推动房地产行业 恢复一个乐观的一个预期 所以呢 大家就需要看看 房地产行业的走势 是否 是否 那我们适当 可以关注什么呢 其实以长期性的格局来说 一定要买回 龙头行业 龙 华人 富力 碧桂园 融创 这些都没问题的 主流的这个市场 都会跟着这个方向来找 那我们要炒的是什么呢 记住了 是中长线格局 还有呢 中长线的芯片 都OK 没问题的 好吧 那医疗呢 可能在这些里面呢 就投资的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些了 分化会比较明显 有点升 有点跌 那选择的时候呢 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那制造行业呢 可能都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业机会 但是短期来说呢 如果芯片半图体 和这个房地产行业走强 工业股 就会比较难走强些 为什么呢 因为钱是有限的 去到房地产 去到车 去到芯片 制造实体行业呢 可能关注的机会就少些 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中国连锁 有同大家讲过了 6月份 7月份 9月份 中国内地呢 会迎来一个顺旗 那就是水灾啊 走水啊 这方面的这个 水管应用呢 都会比较大些 所以这里面 可能都会受到关注 消费行业都会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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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切都以经济为主 经济没问题 消费行业都会走强 车股都可以 车股都可以 反正这里面来说的话 我们都可以关注任何的 车股的这个状态 2月3月4日 可能就比较差点了 差点了 OK 哇 指数升得很好啊 2% 和上个星期五完全不一样 是吧 欢迎点赞加关注加收藏